第一個是大家都平平安安 很棒 大家都平平安安 好 那另外兒一節的兩個願望是免費活動和玩一整天 對不對 我希望我可以看好多的好看的節目 小朋友天真的許願 希望台北兒童藝術節包含他們想要的元素 三寶爸台北市長蔣萬安承諾每個問題 今年的二一節將在7月1號到8月13號展開 讓孩子做主人選擇觀看內容 迎接藝術暑假 我們其實超好看的表演 超好看的演出 我們剛剛有談到有大概200場 不管是有17檔的售票表演 或者是也有免費的演出 都非常精彩 那你還要什麼 玩遍台北 玩遍台北 不要 哇 女生真的很有主見喔 我們其實這一次也跳脫走出北意 我們也到台北市各個行政區 總共10個行政區 10個行政區都會有演出 就是讓我們表演藝術都可以融在孩子們的日常生活當中 那個12樓啊 那個地方沒有人上去過 你想不想去看看 那你會變成一個植物園啊 你喜不喜歡植物園 他說他要跟他媽媽一起 親子親子 絕對可以親子一起去 那這樣子可不可以去12樓去植物園好不好 我們一定會做好活動的安全措施 讓你還有你的爸爸媽媽可以平平安的參加活動快快樂樂的回家 那另外免費活動的部分 除了剛剛市長有提到就是要搶票之外 我們其實還有超過100場的免費活動 那其中在7月的前兩週 有一連總共有4天的藝術樂園 那你記得就是到時候要請爸爸媽媽帶你一起來這邊體驗好不好 好 這個始終充滿著童心的藝術展演活動 是文化政策也有育兒政策 有音樂 戲劇 舞蹈 馬戲 偶戲 音樂劇等共200多場表演 創造親子與藝術相遇的美好體驗 其實這一次我們從7月1號到8月13號 我了解是大概有200場的展出 沒錯 而且剛剛在樓下我也抽了一張卡 總共有17檔的售票演出 我剛剛抽到的是什麼 唉唷 對 我那時候 坦白講我還不清楚每一個表演的 但我覺得每一出都非常精采 當我是看到瑪雅外星人 我覺得 我孩子可能會滿有興趣的 因為看到外星人大概就很吸睛 那當然也謝謝每一位參與的夥伴 每一個用心付出每一場演出的各位朋友 那其實我想在這一次我們規劃的活動裡面有幾個亮點 第一個我們當然有兩百多場 然後每一個這個展演的團體非常用心 而且有一個小地方就是我們表演手冊 在這一次有注音 也就是說我們希望讓孩子他能夠自己決定 我要看哪一個表演 因為有時候我們有帶孩子都爸爸媽媽在看 然後說規劃好時間來我們等一下去這一場 然後再去我們去看那一場 但我們希望讓孩子自己能夠看表演手冊 來決定選擇我想要看哪一出表演 這一次的主題 It's up to kids 其實也就是希望讓孩子培養他的自主性 自我決定 以及他可以自己來選擇我想要看的演出 而且在這一次的表演當中 我知道我們也擺脫過去我們是以國小的學生為主體 來規劃很多的表演 這一次我們是希望針對不同年齡層打造適合的表演 所以今天得知我們有這麼多傑出優秀的表演團體 我想今天回去我就請太太上網趕快去講 希望今年的夏天可以帶著孩子來到碑役 好好地享受我們兒童藝術節 我們同仁們想到這個主題 It's up to kids 的時候 也發現就是如何真的像剛剛市長提到 讓孩子們自己去選擇他要做什麼 所以他們就設計了在節目單裡面 放進去了那個注音符號 這個事情非常有趣 連我知道都覺得你們還真有行銷手法 但同時也是我發現孩子們現在真的很聰明 他真的會在這樣的狀態當中去選擇他自己的節目之外 同時事實上他也幫助了我們來設計我們的logo 其實這件事情都是孩子們 就是讓這些孩子們開始在這個年紀不是只是觀眾 他已經成為了那個什麼參與者 我想這個是這一屆的兒童兒藝節裡面 我們也想跟大家跟家長們分享的這個部分 而且我們還有一個亮點 就是我們想在這一次的時候給孩子們開放一個新空間 這個新空間呢 就是本宜中心的頂樓 截至目前為止呢 大家還不能夠上去 但是我們首先在七月份讓小孩子先上去 連大人還不行啊 因為藝術節是在那個之後發生的在八月 所以是兒藝術節先上到頂樓 然後做什麼呢 因為我們會在這個之前把頂樓整個做成一個植物園 讓孩子們踏到十二樓的時候去辨識植物 怎麼去老師們會帶著他們導覽之外 還會教他們如何去跟這些認識植物的同事 而且我們會有從什麼春夏秋冬不同的植物的系列 在頂樓上就是發生 我們也秘密我們邀請了一個很會做設計的 就是植物的這個藝術家們也在上面 就是開始做這個設計 那孩子們就會在現場 包含他們的繪畫也好 包含認識植物也好 那這是一個親自的參與式的一個兒節的一個部分講 用影像燈光及現場音樂推開夢境與真實的門 沙丁龐克劇團改變經驗童話 從兒童角度看人類對幸福的追尋 這是兒藝傑其中一個表演 輕鳥尋找真實的幸福 還有更多豐富精彩的內容 等您來探索 記者文君台北報導 工藝 Carla farewell 然後 感谢观看